小姐 小姐 你爱你 小货没张眼睛啊小姐恕罪 女别下次不敢了 我找你求饶了吗 不知死你东西 我看你胆子是越来越大了 连本小姐也敢冲撞 小姐饶命小姐饶命 女别知道错了小姐饶了奴婢吧 你这是在干什么 娘 你怎么还帮着这个贱人 你忘了你是天下第一财予的东西 是靠谁得的 娘 你要是琴棋书画 棋设玉礼 样样精通 我何苦找这么个丫鬟替你 行了 不久就是皇后的春日宴了 她要入宫 替你参加 夺得同时 若是打坏了 在皇后面前出了阳相 这太子妃的位置 我看你也别想要 这次有娘替你说 我就饶你一会 记住 没有我的允许 就藏好你的脸 你指的变碎我的眼睛 一个见不得人的替身 是 小姐 快去 换上我的礼服给我瞧瞧 若是耽误了入宫的时辰 我让你生不如死 终于你入宫 林玉堂 你视我们这些人如浮游蝼蚁 但蝼蚁也有轻食大法 看他毁灭的那一天 破剑术 怎么也连把 赶死 定是这把一挂 都给我换点 无人当靶子才有意思 你留下 小姐 我记得 那是你女儿吧 是 真是可怜了 过来 小吃吗 嗯 去吧 吃了我的糕点 就得让你娘妻做我锅吧哦 娘妻 我捡到了给你吃 我我捡到你 我捡到了 我捡到你 丁尾 我捡到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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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受养了你十多年 你也读了我的情绪这一组 该知道这换脸之处一旦实施 可就再还有悔改的机会 我绝不会 你流过的血 受过的痛楚 我会让林家悉数复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小 太小了 这张脸无论看多少遍 都跟本小姐长得一模一样 我想 也很少人能看出有什么趋势 何德何能跟本小姐长一样的 只是那人一样 今日皇后娘娘 邀请了城内的才女们举办春日宴 会行春字飞花令 如今本小姐可是天下第一才女 不少眼睛都在盯着本小姐 自然不能趋于人后 你知道该怎么做了呢 声音这么小 没有吃饭 小姐放心 奴婢一定会好好表现的 请告你 你一个替身 别跟本小姐耍什么坏心思 你们这种楼里见你 本小姐灭了 就像捏死蚂蚁一样见你 你不敢 小姐是奴婢的主人 奴婢只愿能够忠心服侍小姐 被小姐分忧 明白就好 老天给你这贱命 你就得乖乖认免 到时候 我会装作丫鬟一直盯着你 要是你不能在皇后面前露脸 你这张脸 也没什么用 知道吗 奴婢明白 太子对皇后娘娘十分孝顺 只要本小姐成为春日宴上最瞩目的女子 获得皇后娘娘的亲爱 那这太子妃之位 就一定是我的 小姐放心 奴婢一定好好当您的替身 让您成为大警朝 最尊贵的女人 然后 再亲手推你入地狱 听说了吗 这次皇后娘娘明年上 是邀请我们参加春日宴 实际上 是为了给太子物色太子妃呢 听闻太子殿下十二岁 就裁冠全朝 十六岁就带兵击退了满蚁 样貌 更是一表不凡 谁嫁了太子 那可真是犯伤有幸 不过 有号称天下第一财女的灵雨堂在 我们 也没什么希望了吧 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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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愧是丞相的倩鉴 这仪太柔骂 京城无人能紧 我们今天 就是给她当绿叶的 就让你再顶着我的身份 风光几天 只要我当上了太子妃 倒是拥有这肥药吗 只有本小姐一个就够 皇后娘娘到 皇后娘娘盛安 皇后娘娘盛安 起身吧 谢皇后娘娘 谢皇后娘娘 坐 往日的春日宴 总是副诗作曲 实在乏味 在场的各位 都是我朝公古之神的掌上明珠 武艺不是才情兼备的女子 今日就不如换种花样 谁能解了本宫的这幅棋局 本宫这瓶珍藏多年的百花鹿 就赠予谁吧 要我说 这皇后娘娘也太小气了吧 赢了只赏一瓶百花鹿 百花鹿只是表面奖上 明摆着 皇后娘娘是拿这幅棋局 来考验我们的 谁要是紧了棋局 皇后娘娘就会高看谁一眼 离着太子妃之位 可不就是更进一步了吗 小姐不能输给那些贱人 贱宠了 小姐放心 本宫看着时称也差不多了 那就开始吧 棋盘上面的黑白棋子 借一下吗 这棋局怎么解啊 这怎么解啊 皇后娘娘 您是不是搞错了 此局是本宫多年前 从一高人处得来 名唤忘忧 那高人曾言 谁解了这棋局 从此便能忘尽世间烦恼 解尽天下忧愁 可惜十多年来 并没有人能解开此局 今日本宫搬出棋局 也只是为了助兴 各位尽力即可 不然平添了忧愁 倒是本宫的不是了 皇后娘娘 是我等财疏学浅 不能解开这棋局 不过 林小姐 可是天下第一财民 想来 解开这棋局 应当不在华下吧 皇后娘娘 虽说我家小姐财民在外 但这棋盘上 都没有落子的地方 纵使其胜在世 也绝即无法解开 何况我家小姐 你这话 是想说皇后娘娘 在抢人所难吗 林小姐 归为天下第一财 没想到 还有一个丫鬟来推问 莫不是名不服时 她在众人面前 丢了脸 你 皇后娘娘 我可以解开这棋局 林小姐如此自信 要是解不开 又该到如何 若是解不出 这天下第一财女的名弦 我自当让与别人 从此 不再踏出相府一步 到时候 可要记住你的承诺 这个贱婢 如今顶住我的身份 竟敢如此夸下海口 要是不能解开 不仅毁了 我在皇后娘娘心中的印象 怕是连天下第一财运的名号 也要保不住了 你要是坏了 本小姐的名声 本小姐就拿你 剁碎了去喂狗 小姐欢心 我已经想好了办法 既然你如此有决心 那便试一试吧 是 这林尖金居然敢在皇后面前 如此狂妄 只怕是冲动过头 想在皇后面前争个面子 怕不是要把自己都搭进去了 惨喽 是啊 其他棋局好歹还给条路 这棋局 把所有路都堵死了 别说解局了 这都找不出地方来吓紫 还能如何呀 此棋局 只有一个解法 皇后娘娘 棋局已解 大胆 解不开棋局就算了 还竟敢先翻皇后娘娘的棋局 皇后娘娘 天语堂 她根本就没将您放在眼里呀 如此恶行 若是不加以严惩 皇后娘娘威仪何在呀 就是 既然解不开棋局 就不要强出面子 这个棋局 娘娘正堂了十多年 你说大番就大番 别说皇后娘娘了 就你的态度啊 她也不是整个皇宫 都没放在眼里了 这林语堂竟然跟 改方皇后娘娘的气盘 真是不知死活 什么天下非议财女 我看呢 就是浪得虚名 这林语堂如此胆大妄为 林丞相实在是交予无方 林语堂 你可认罪 这棋局是想害死我 早知如此 这不带她来 皇后娘娘 即使忘尽世间烦恼 解禁天下忧愁的关键 就像这棋局的名字一样 忘忧忘忧 全凭一个忘字 就像这棋局 要是一直绞尽脑汁的 想要将她走开 可不是自添苦恼 我打翻了棋局 从此皇后娘娘 也不用想着这棋局 是不是就少了一件烦恼事 我想 这也是那位高人 想通过棋局 告诉娘娘的道理 世上本无事 庸人自然之 这么浅显的道理 本宫竟一直看不透 皇后娘娘 这都是她狡辩 不用再说 你身为礼部尚书之女 竟离此备于是非 回去超女金百变 是 就这么让你受到惩罚 可太便宜你 我们来日方长 你解了棋局 这百花路是你应得的 谢皇后娘娘 你这孩子 本宫是越看越喜 改日本宫定要向 林丞相好好讨教一下 是如何教出 如此聪慧的女儿的 好了 大家都散了吧 如此春景 莫不可辜负 都自行去游逛吧 林姑娘 真不愧是天下第一才女 一眼就看透了棋局的玄机 林姑娘不仅有才 还如此貌美 真是羡煞旁人啊 我等贵重女子 都应用林姑娘 为榜样才是啊 是啊是啊 不过是个卑贱的奴婢 就算你今天出尽了风头 还不是替我做嫁衣 等我当上了太子妃 就有你好看的 百花路是皇后娘娘赏给丞相千金的 你一个奴婢 还用这么好的东西吗 我不过是小姐的一个丫鬟 当然是不配的 你也就这点自知之明 还算讨人喜欢 小姐说的是 林姑娘 您在这儿呢 可叫咱家一顿好找啊 公公如此慌张 所为何事 这太子正邀您过去呢 林姑娘 快跟咱家走吧 那就有劳公公 行 好一个不懂规矩的奴才 太子邀请的是你的主子 你上前凑什么热闹 林姑娘 你可要好好管教一下你的下人 公公教训的是 我便回去严家管教 公公走吧 嗯 请 林姑娘 就是这儿了 请吧 民女参见太子殿下 见到姑 你一点也不惊讶吗 回殿下 每个人的身姿体态 气度神韵 都是独一无二的 那时殿下 虽身穿侍卫服 站在皇后娘娘身边 可一身非比常人的贵气 却是怎么也遮不住的 想认不出也难 这就是太子殿下的画像 有时候真相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 连鹿觉得这是真相 接下来 好戏开场 你倒是挺会哄人的 姑早就听闻 你是天下第一才女 今日一见 果然名不虚传 不知可否有幸 与你切磋一下奇意 民女荣幸之志 姑又输了 这朝中上下与姑对异之人 无不让着苦 你却不同 胡帕姑降罪于你吗 太子希望 民女让着你吗 之我者 为林姑娘事业 殿下 这林小姐都已经走了一会儿了 咱家看殿下这魂啊 也跟着飞咯 不可妄言 孙公公 快背车 跟我去趟林家 这旗下 倒把正式给忘了 是 说 你和太子待了这么久 你们都干了些什么 你是不是勾引太子了 奴婢没有 奴婢只是在和太子下棋 下棋 光是下棋就和太子待这么晚 看来你棋义确实不错 让太子这么心胜 奴婢的棋义怎比得过太子 不过是凭着与小姐一样的容貌 才能让太子多看奴婢几眼 也是 一个低贱的替身 怎么能与本小姐相提拼 不过是仗着跟本小姐相似的脸 还让太子高看一致 小姐说的是 奴婢营火之光 气甘与小姐好跃真会 算你还有点自知之明 你一个没爹没娘的建筑 身上那股狐媚脚 从谁身上学的 说不定你娘也是个贱货 一个比妓女还要下棋的烂货 不知道和哪个下酒流 才生了你这么个小贱货 还想反抗本小姐 怎么 听本小姐说了你娘几句 你中生气了 你娘就是个贱货 臭婢子 下见到连鲸鱼都不如的脏东西 你敢咬本小姐 我看你是活得不耐烦了 你怕什么 本小姐只是教训教训你 又不会杀了 你瞧 这邻国呀 有道美食叫烤鸭肠 据说把这活鸭 放在这铁板上 不一会儿 这鸭就会因为热 在这铁板上跳来跳去的 可好玩了 小姐应该不只是 让奴婢来看作烤鸭肠的吧 真聪明 你说 如果把人放在这铁板上的话 会是什么样子吧 本小姐可是好奇得很啊 你今天就让本小姐好好看看 把他给我扔上去 小姐 奴婢以后还要帮着小姐呢 求小姐这次就饶了奴婢吧 奴婢再也不敢了 放心 你留下这伤疤呀 不会被人看着 本小姐 也只是为了教训教训 让你长长记性 一个再卑微不过的间谛 本小姐要你胜你就胜 要你死你就死 不过是说了你娘几句 你还敢反抗本小姐 敢咬我 今天就让你好好认气 谁才是真正的主持 愣着干什么 动手啊 小姐 奴婢真的错了 奴婢真的错了 殿下 我家小姐 就得起来了 小姐 奴婢真的错了 放开我 放开 参见太子殿下 民女听闻 这铁板鸭掌是一绝 我 顾忍不住 想坐来吵着 没想到林姑娘 还是个掏客 殿下就别取笑民女了 小姐 太子来了 说要见小姐 快 快把这妓人的衣服 手上脱下来 给我的柴房去 来不及了小姐 太子殿下已经 不知太子殿下 前来所为何事 你今日 带的是这个簪子吗 是这个簪子呀 想是太子殿下 记错了吧 孤的记性很好 绝不会认错 就是 是不是 我怎么记得 你带的是这个 你看我这记性 我突然想起来 今日我那簪子掉了 确实换过 原来是在这里啊 多谢殿下替我捡回 不然 我可是得心疼好久 原来如此 找回便好 明晚便是花灯家节 故今日前来找你 是想问姑娘可愿与姑同友 先是太子相邀 那美女只能 确实不公了 那姑便先向 丞相知会一生 明晚再来接姑娘 对了 对了 林姑娘 你身上 是否有胎记 没有 如此便好 天色已晚 便不叨扰姑娘休息 姑舅先回宫了 殿下慢走 你个贱人 是不是在身上留阴记了 去 把他给我拖出来 你个贱人 是不是都在身上留下痕迹了 奴编没有 你可见 你个体身而已 才只划到本小姐头上了 你 来人 把这奸人身上的衣服给我拔了 哎你行行行行 你行车 进来 不要过来 放开我放开我 小姐 那是你饶了我吗 既然没有留下印记 一个再低贱不过的歪 你要是胆敢在身上做了什么记号 让太子记住 本小姐就像今天这样 发光你的衣服 卖去亲了 知道吗 却送不在身体上做紧 这些看不见的痕迹 也让你太子记住 殿下 你为何向林小姐问 胎记伤疤之事 身上有伤痕胎记的 过不了太子妃临选 要是林姑娘有 姑也好提前打好招呼 看起来殿下 对林小姐很上心 如此又才情的女子不多见 姑也是稀残 今日我要亲自去赴太子的约 至于你 就在本小姐身边 守好你奴太的本分 若你敢有什么非分之想 本小姐要你好看 是 殿下 这钻子 您看好看吗 好看 一个低降的丫鬟 说不是顶着本小姐的声 太子怎会瞧上你意义 四取其辱吧 殿下 我们去别吃逛逛吧 你好 看花灯了 小心 大的奴隶 怎么如此出行 竟敢冲撞殿下 殿下 我这丫鬟因从小面身烂窗 奇处无比 须得以纱遮面 差点唐突了殿下 还请殿下不要介意 无妨 姑娘 我们可在哪里见你 殿下 他生来就是个胆小的 就不要为难他了 我们还是去看花灯吧 好 走 好漂亮 我们就要这个了好不好 老板 这盏花灯需要多少饮料 说 公子 这个菜头可不是卖的 你们要是诚心想要 得蒙住眼跟我下棋 赢了 这就是你的了 你这是什么道理 这下棋哪有蒙眼睛的 蒙眼下棋 虽然是有点 不过这位林小姐 可是大名鼓鼎 天下第一 这女还是绰绰有名的 林姑娘起意精湛 不妨言 那我便试上一试吧 好嘞 小姐 先请吧 姑娘先请 先手掀下黑子 林大小姐 不会连这都不知道吧 我家小姐本来不想说的 但如今也不得不说了 我家小姐 她近日身体不适 头晕得厉害 意识不慎才拿错了棋 这不会是你找的借口吧 本来是不想说的 只是一些小问题 没想到 闹了这么一个笑话 殿下 让您失望了 真是抱歉 无妨 你身体没有大爱 休养几日便好 事已至此 就由我的丫鬟来替我下棋吧 林雨棠 你又在耍什么华招 一个卑贱的丫鬟会下棋吗 怕是连棋盘都没有摸过吧 我这丫鬟上过几次棋一课 还是会下棋的 开始吧 干嘛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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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点没人 你在什么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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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哇 厉害啊 成功 真是好奇 我看这丫鬟 可比你林大小姐厉害多呢 人轻音变味 林大小姐一个身体不适 连棋都会拿错 还天下第一才 浅浅可笑至极 你少吃不着葡萄瘦葡萄酸 你一个连财女榜都上不了的人 有什么资格笑话本小姐 哪儿凉快点待着去 感觉她不太一样 哼 林玉堂 我看你能嚣张到几时 愿赌服输 这位小姐 这个花灯是你的啦 小姐 您的花灯 谁要你的 你就先替我拿着吧 是 既然小姐身体不适 姑舅先送你回去吧 这还没相处多久 怎么这么快就要回去 好吧 那就 有劳太子殿下 没想到林姑娘身边的鸭 棋树造诣都如此高深 短短十步之内便迎来花灯 让姑自愧不如 殿下说笑了 她只是一个小小的丫鬟 怎能比得过太子 只是运气好罢了 明时初高途 林姑娘不必谦虚 说来也巧 这丫鬟的奇数跟林姑娘一样高超 细看之下 这双眼睛都跟你一样 简直一个母子刻出来的 殿下 天下长得相似之人和气之多 不过一双眼睛相似 也不足为奇 不错 说得有些道理 不过 为何你身上会有冷香 这香丸千金难买 出现在林姑娘身上 倒不奇怪 你身上 为何也有一样的现实 这竟然不过穿了几回我的衣服 沾染了些许情 见影的断蚊虫 这殿下是输狗的不成 奴婢跟在小姐身边两久 不免是要忍生些许气味的 没想到太子嗅觉如此灵敏 简直非常人能及 奴婢万分佩服 你这是拐着弯骂我呢 奴婢不敢 好了 你这丫鬟灵牙历史的程度 倒也跟你家小姐一样 属实难得 殿下 天色不早了 您还是早些回去休息吧 以免累坏了身体 是啊 今日林姑娘也陪了姑许久 也是该早点回去休息了 毕竟七日之后 便是太子妃临选 得要好好休养才是 殿下走好 尽力 你敢在太子面前出风头 我看你是活腻了 本小姐可是把全府三天之内的衣服都给你拿过来了 你今晚就算是洗断了手 也得给我洗完 但凡少洗露洗一件 我去把你扒光了 在这里晾着 顺便让府中家丁好好欣赏欣赏 是 如果第一件的人 也敢在我面前抢风 也不看自己几分起来 小姐 小姐 不好了 太子殿下又折回来了 马上就到这里来了 什么 蠢货 还不快去完整 小姐 太子殿下 从未见过林小姐如此慌张 发生了何事 我 我只是看见殿下太激动了 太子殿下 您怎么又回来了 殿下爱名如此 从不让各府客戴下人 要是被殿下发现了那剑壁 损了本小姐的形象 该如何是好 花灯落在了窍里 拿来与你 多谢太子殿下 这林姑娘为何今日看见 与之前完全不同 殿下时候不早了 您还是早些回去休息吧 林姑娘如此敢孤子 是有什么事不想让孤知道的 我 我只是担忧殿下 毕竟快到了宵禁时辰 殿下若不及时回宫 我怕殿下会惹出马 这道无碍 估计夜相护皇请示过了 不过 深夜叨扰姑娘 确实是孤的不适 就先告诉 恭送殿下 这是什么声音 只是府中小孩拿着木棍玩耍 没有什么事情 殿下还是快点回宫吧 不对 这分明是岛医生 不听闻 这丞相府向来优待下人 这下人最多时间 也不会超过害死的 眼下身时已到 为何还会传来倒一声 不过还是自己前去瞧一瞧 免得冤枉 殿下刘姑 殿下 不许是行星期 不许是行星期 抱歉 这下 殿下 你听我解释 殿下 你听我解释 殿下 你听我解释 殿下 这府内脏乱 我怕也污了殿下的眼 这才迫不得已 欺瞒殿下 请殿下恕罪 无妨 姑只是从未见过如此 多的衣物 有些惊讶罢了 既然无事 姑就先回宫了 恭送殿下 小姐 贱人 洗个衣服都弄出 那么大的声响 是想故意 引太子来此吗 奴婢冤枉 奴婢都不知道 殿下来府内 只是照常洗衣而已 刚才也不过是 去打了个水 绝无引太子之意 让你 你越是恐惧和嫉妒 对我就越有力 很快 你就连产生这些 情绪的资格也没有 殿下 您今日与林小姐出去玩 应该开心才是 怎么还满脸愁拢的回来啊 姑总感觉林小姐 与之前私有不同 也许是与殿下相处久了 才露出了原来的样子呢 对 七日之后便是太子妃林雪 你找个机会 把林姑娘请来 是 姑道要看看 那里面究竟藏了什么情况 这件衣服怎么变小了 今日就是太子妃林雪 你要本小姐怎么传出去见人 小姐 这些衣服 都是按照您之前的尺寸准备的 可能 我们近日风雨了 滚出去 小姐 早点已备好 现在需要用餐吗 这什么纸 没看到不下这心房 没意见的东西 太子妃林雪 身体的各个部位 都有着严格的尺寸 我如今这样还怎么参选 你过来 你 小姐有何吩咐 今日你 替我去参加太子妃林雪 特意调制的尊重品 看来效果不错 林小姐 你放心 殿下都已经提前打好招呼了 三日后 等结果出了 这太子妃之位 必定是您的 劳烦嬷嬷嬷 可不敢当 以后还得您多提一些才是 怎么样 里面的人可有说什么 小姐放心 太子殿下很忠应 这不过是走个流程而已 三日后 您就是太子妃了 本小姐就知道 只要是哪 就没有不败的 在本小姐的石榴群下 就算是尊贵如太子 你这面衫也太闷了 也只有你这种卑贱低俗之人 才能整日活在这面衫之下 我们赶快回去换了这身衣服 脏死了 哎呦 林小姐 林姑娘 咱家可算是找着您了 我的林大小姐 眼下 只能活在面衫之下的可是您 不知孙公公有何贵干 咱家能有什么事啊 是我家太子殿下念着姑娘您 想要姑娘您前去一去 太子想要 可别给我出什么岔子 不然有你好受的 那就有劳公公带路了 请 没想到殿下格外热衷于做事 你还是将姑认出来了 每个人的身姿体态 七度神韵 都是赌一无二的 殿下一身非比常人的贵气 却是怎么也遮不住的 想认不出也难 回殿下 每个人的身姿体态 七度神韵 都是赌一无二的 殿下一身非比常人的贵气 确实怎么也遮不住的 想认不出也难 没错 真的是你 太子说笑了 不是我还会有谁 姑最近有些胡思乱想了 不过以后不会了 这手镯是抹后的家传之物 是让姑留给自己太子妃的 现在 你可明白姑的心意 殿下有心了 明日姑还需去 丞相府上商业博士 之后便来看她 你可不能摘下 姑 是非你不去 你连女都听殿下 看来太子 已经对我有所关意 绝不能再拖下去了 苏文 等三月之后 我当选太子妃 我就让你永远 消失在这个世界上 我永远都是小姐的奴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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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手镯也是你佩戴的吗 小姐东西都准备好了 年瑞看子殿下要来府中做客 这下就交给你处理 记住了 要徒手剥了虾壳 你许带任何 是 彩儿 扶我回房间去休息吧 是 这下贱之人的污血 多看一眼都犯恶心 恭敬点做事 你可是努力 这腰啊 什么时候都得弯着 今天呢 是我们晚儿的生辰 你保佑我们晚儿一辈子平平安安健健康康的 啊 要有娘在我身边 晚儿一点都不 等晚儿叫了大嫂 帮娘亲俗了身 就带娘亲离开这里好不好 好 让娘亲 你这一天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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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一天 对不起 不 还是那么快 我绝不会让你来死 死 我要让七日 我们之人 血这些车 殿下 昨日您送我这手镯 我也没什么能回赠殿下的 只有这个修功能拿得出手 希望殿下不要嫌弃 这一针一线悉泥入骨 姑看着十分欢喜 必定好好珍藏 殿下喜欢就好 也不枉我修了一个晚上 小姐都不好 去将这块手帕给本小姐修了 要是太子殿下不满意 我拿你胜 姑娘辛苦了 殿下 我听闻这生虾去壳再煮 味道尤其鲜美 这是我特意为您包的 您快尝尝 这生虾虾壳坚硬 就算是常年做粗活的人 也会被割上 林小姐的手衣 这也是带了手衣 才敢如此 幸好 要是为姑伤了姑娘的手 姑心里实在过意不去 殿下 您快尝尝 凉了就不好吃了 这玉轴看着 怎么比昨日看去小一些 是 回禀殿下 内经曾记载 水溢为浮肿 其正多鉴于水饮 泛逸于四季之夫 我家小姐昨夜多喝了水 今日这手 看起来是肿胀了心 原来如此 没错 就是如此 我也是十分烦恼 没想到 还是被殿下发信 不过你一个丫鬟 为何懂得如此之多 姑甚是好奇 跟在小姐身边 也就耳濡目染了几分 没想到林姑娘 对医书 也颇有涉猎 只是兴趣罢了 偶尔给人看看这 姑娘还会替人看病 看一些小病罢了 说来也是凑巧 姑今日有些头痛 可否让姑娘 为姑诊断诊断 我 殿下明明身体安康 何苦戏怒我家小姐 你这丫鬟倒是护主得很 以后姑可不敢随意 跟你家小姐开玩笑了 殿下 您这般稀耍于我 我可是要生气的 姑也是一时兴起 下次不会了 殿下 我听闻这太子妃 临选结果 明日就会出来了 不知 林姑娘且宽心 母后对你十分满意 赐婚的圣旨 应该明天就下来了 是吗 真的吗殿下 殿下 男女说说不亲 毕竟我与姑娘来未争计 还是注意些 殿下说的是 是我过于激动了 还不赶紧去给殿下 换上筷子 是 你的手怎么回事 你的手怎么回事 只是不小心 捡柴后的时候被划伤了 受伤了还不赶紧去擦药 多谢小姐 为何他给我的感觉 如此熟悉 许又是不想多了 殿下 近日家父 从别处移栽了不少花过来 要不我们一起去看看 也好 林姑娘的刺绣手艺果然巧夺天工 竟然连蝴蝶也被骗了 殿下过誉了 不知这刺绣手法是哪里的 孤道士从未见过 这是我自创的 难怪 牡丹寒露珍珠珂 美人折相 凭乾坤 林姑娘 对师啊 殿下 我 我忽然身体不适 可否等我一会儿 那你快些去吧 小姐 快 殿下等着本小姐对师呢 川上赶紧过去 真心你现在还能 一指气势的时候 因为接下来 我会让你痛不一生 为地球伤 牡丹寒露珍珠珂 美人折相 凭乾坤 林姑娘 对师啊 若真是林姑娘 又为何对不出 故意找借口离开 寒笑问弹郎 花强切冒强 弹郎故香脑 须倒花之好 一向发娇嗔 碎碾花打人 没想到林姑娘 这样的大家闺秀 还能念出如此怪癖的诗来 刚才为何要假意离开 害姑都以为你对不出 林阵脱逃了 殿下之前 细耍过民女一回 难道不许民女 细耍回来吗 这不就是只许周官放火 不许百姓点灯 不管林姑娘 何时细耍过 姑都甘之如意 别动 殿下对我与那 见闭的态度 竟如此不透 此人 我绝对不会让你再得意下去了 好了 激活工具 是愤怒和冲动的最晚级 林大小姐 你会给我什么惊喜 多谢太子 无需多言 你我马上就要成婚了 怎么了 殿下 我是 我们继续赏花吧 嗯 娘 反正明日自婚上纸就可以到了 太子妃的位置已经属于我了 那个剑壁的脸留着还有什么用 不如划烂她的脸 拜到下等的妓院去 听说那地方连乞丐 都能成为她的恩客呢 好不好吗 好好好 都医医你 娘最好了 这种杀了你实在太便宜 本小姐就要让你千人齐犯人压 直至染上脏病 痛苦绝望的一个人死去 这样 才能解了本小姐的心头之恨 今晚一切都结束了 小姐你这是干什么 你这贤婢 用了什么魅术勾引殿下 你小姐今天就要划烂你的脸 看你还怎么勾引太子 小姐要是毁了奴婢的脸 往后如何应对太子殿下 明日自婚上纸就要到了 日以成招 本小姐留着你这张脸还有什么用 殷熙 就算你的脸被划烂 还有大把人等着宠幸 毕竟下酒留机可惯了 也不会在乎你的脸 你放了一下 你这贱婢 果然早有反心 幸好本小姐早有准备 现在要效到了 你就乖乖让本小姐划烂你的脸吧 在塞华陀爷爷那里待了十多年 那点迷野还迷惑 其实有一点我还挺赞同你的 死不是最可怕的 可怕的是失去一切 又无能为力的样子 那种恐怖和绝望 亲自体会挺难的 人就在里面 你进去直接绑了 干什么 得嘞 我这个乖乖啊 这大户人家就是不一样 恶模样都舍得卖去满春楼 滑财了 堂儿 堂儿 起了罐 这人去哪呢 你怎么会在这 天杀的 我的堂儿 你把我的堂儿换了 娘 你可算你把我带回来 堂儿好可怕 堂儿 你 你接客了吗 接了几个 六六个 多晚了 多晚了 堂儿 这件事千万不能泄露出去 嗯 夫人 小姐 思婚的圣旨到了 放天城远皇帝 赵约 丞相之女陵语堂 温良敦后 品貌出众 朕与皇后 闻之甚月 可自婚于太子 为太子良帝 一月后完婚 清死 这人 是不是你故意害我 为什么我那个手 刚好会晕倒 小姐冤枉 奴婢那时也晕过去了 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还敢狡辩 都是你害我如此 我杀了你 你这是在干什么 是他 都是他害我 不然我也不会被绑到满川楼 我也不会 姐姐必必须得死 夫人小姐 那时奴婢也晕过去了 醒过来房里只有奴婢一个人 初线发生了什么奴婢也不清楚 真的不是你最太矫情 还敢狡辩 妥儿 你退下 一月后 你替唐儿上滑江 娘 你是气糊涂了吗 我才是你的女儿 郑相府的前妻 未来的太子妃 她只是一个替身 最下检的奴婢 替什么 你以为我愿意吗 人情当日 可是要验身呢 到时候 要是被人发现 你失了亲笔 那岂不是弃君之罪 要忠救足的 那 那也不行 只有我才能陪得上太子 这个太子妃 我一定要当 你放心 到时候 等宫里的人验完身 再将你们换回来 太子妃的位置 还是你的 但夜晚了是 再杀你不吃 婉儿 婉儿 这次你再帮小姐一次 事成之后 我就放你出 你放心 银两方面 我不会赏你的 谢夫人小姐 想去满春楼吗 想 这可是你们自己将机会推到我手中的 怪不得别人 如今这场好戏 也该受伤 验身已过 验完了身就赶紧给我滚出去 别耽误本小姐及时 你错了 该滚出去的是你才对 你这贱婢 敢这么跟本小姐说话 我 你 你竟然敢打我 我有什么不敢的 你是我的丫头 打你就打你 还要偷日子 你这个贱婢 你在胡说什么 我才是相扶天天 相扶千金擅长骑射 你会吗 相扶千金 琴棋书画样样精通 你行吗 相扶千金 有殿下金刺的手中 你有吗 相扶千金仍是厨子之心 你是吗 世人所见的相扶千金 太子殿下相处过的相扶千金 哪一个是你 你有什么资格说你自己是真正的相扶千金 你竟然敢一目混住 我有什么不敢 从你当年一箭杀死我娘亲的时候 就应该知道会有今天这样的下场 吃了我的糕点 就得让你娘亲做我国宝 是你 你是那个小贱婢 是你故意帮扶我 可惜 你知道的太晚了 现在 这是我的婚夫 我的花轿 我的婚女 我马上就是你日思夜想一想成为的太子妃 而你 只是一个贱婚 你我想 等本小姐戳穿你 你就死定了 你以为会有人相信你 不会的 这不可能 来人呢 我她是真正的相扶千金 我来的太子妃 她是冒牌货 来人把她抓起来 怎么回事 两个太子妃 也没听说 丞相有两个一模一样的女儿 太子殿下到 何事如此喧哗 太子殿下 我才是你真正的太子妃 这贱人 敢冒充我的身份 太子你要替我做主 殿下 我才是您的太子妃 切勿听信小人谗矣 殿下 您找我来何事啊 娘 娘 这是这个贱人 杀了她 立马杀了她 长儿 你这是怎么了 娘 就是她 她为了保护我 故意冒出我的身份 还想抢走我太子妃的位置 你快让人把她杀了 什么 看来宋夫人也不知情 那不如帮姑好好认认 究竟谁才是你的女儿 我女儿 娘 自然是 人心难测 我们之前 看她与我长得像 觉得是缘分 便从青楼给她赎了身 养在府里 当个清闲丫鬟 没想到她不知足 竟然在我大婚当日 想鱼目混珠 做着太子妃 娘 她可是青楼女子 一眼身便是真假 这怎么瞒得过太子和陛下 这要是被她得逞 我们家岂不是欺君大罪 到时候爹的乌纱帽不保不说 甚至可能连坐九座 不仅是三连家 还有宋家 贱人 你胡说什么 你才是假的 明明是我和娘亲 你心狗肺的贱婢 我与唐儿 好心救你出火坑 没想到 你竟恩将仇报 想冒充我女儿 起了她的婚事 简直是无耻至极 殿下 这贱婢是冒充的 她才是我的女儿 娘 你在说什么 我才是你的女儿啊 我才是相扶千金 宋夫人 之前姑看着 你与她还十分亲近 你确定吗 这太子妃人选 可容不得半点闪失 殿下 刚才那是没注意认错了 如今仔细瞧过 她就是假的 来人 把这冒充太子妃之人 压下去 打入天牢 娘 救救我 我求求你 救救我 我才是你的女儿 你一个青龙女子 还想冒充我的女儿 简直是恬不知耻 山姬永远成不了父皇 你还是乖乖认命吧 你居然如此对我 既然你不让我活 我也不会让丞相府 啊这个坚人好活 那些事情 你以为能瞒得了一辈子吗 大不了大家同贯于尽 你以为能瞒得了一辈子吗 大不了大家同贯于尽 拿下 快快把他抓起来 你以为他跑了 给我 啊 啊 是我之间 不曾经 几般 啊 演奏空山 行上 林语堂 死在你最依赖 最信任的亲人手 此为如何 先将人带下去 是 从今往后 你就是我唯一的女儿 唯一的相夫前进 一容俱容 只有你 为我照亮 回望错识你 几时到 星人入堂 黑在远方 殿下 林小姐的身份可能存疑 那又何宝 手上有伤的是她就行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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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ither Harp